哈萨克斯坦接到中国 对日韩出口资源还获得了我国的允许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近日哈萨克斯坦试图与日韩扩大进出口贸易往来 向日韩出口石化 冶金 农产品 食品等产品 然而他不想办法与日韩搞好合作 却想接到中国的港口来运送货物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 中国居然答应了 甚至和哈萨克斯坦合作开设了专门的货物运输码头 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 不仅如此 哈萨克斯坦还计划恢复对韩的天然油资源供应 油资源可以应用于发电 核武器制造等领域 可以说是有了油就有了生产核的资本 如若哈萨克斯坦向日韩出口油资源 势必会影响两国核武器的生产和核资源的研究情况 甚至对我国产生威胁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 22年哈萨克斯坦出口额高达844亿美元 其中80%的贸易资源都从联云港这个出海口运往世界各地 哈萨克斯坦能凭借出口贸易赚得盆满钵满 而日韩也可以拿到他们想要的资源 以此来发展自己的经济 中国自己费心费力 最终却造福了他人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明显收益 既然如此 中国为啥还会同意哈萨克斯坦的街道提议呢 哈萨克斯坦又为啥想借到中国来出口货物呢 哈萨克斯坦对日韩出口资源 为啥选择借到中国来运输呢 哈萨克斯坦拥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和矿产资源 可哈萨克斯坦自己对资源的消耗却并不大 所以国内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石油资源 基本都用来出口赚钱了 哈萨克斯坦和我国是邻居 双方进行进出口贸易往来是十分方便 而日韩就不一样了 哈萨克斯坦与他们并不接壤 要想运送货物 就得通过西侧的离海穿过地中海进入印度洋 再绕道来到处于太平洋的日本和韩国 那运输的成本可就太高了 一不小心就容易变成赔本的买卖 哈萨克斯坦只能另寻出路 基于中哈两国长期的友好关系 哈萨克斯坦就想到求助中国的办法 既然从西侧走成本太高 那便从东侧出发 找中国帮帮忙岂不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要知道 穿过中国不仅能减少运输成本 还能借用一下中国国内发达的交通 大大提高运输效率 只要中国同意 那完全是大赚特赚的买卖 中国不仅仅同意了哈萨克斯坦的请求 还与哈建立了深度的合作 13年9月 中哈签署了国际物流合作项目协议 为哈萨克斯坦提供了专门的连运港物流合作基地 它直通太平洋 覆盖了104个国际货运站点 实现了亚欧板块的东西联动 可以说呀 这就是哈萨克斯坦通往太平洋的东港口 哈萨克斯坦借到中国对日韩出口资源 表面看对我国没有任何好处 我国为何要提供各种便利呢 一方面呢 哈萨克斯坦不单单是向日韩出口货物 中国也是它的出口对象之一 而我国并不屑于在资源上卡日韩的脖子 大家公平竞争 最后在技术上来一较高下 所以啊 中国选择能帮则帮 而且 让哈萨克斯坦卖给日韩的资源过境中国 方便我国对日韩的各类资源量做到心有数 万一有哪一天哈萨克斯坦和日韩合起火来 想对中国不利 中国也有足够的反应时间来采取措施 另一方面呢 哈萨克斯坦与中国长期无好 帮助哈萨克斯坦发展完全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更何况 中哈合作的联永港物流合作基地 不仅仅为哈萨克斯坦提供运输货物的便利 它也是我国一带一路的重要项目 连通了向西的陆上思路和向东的海上思路 有助于加强和发展周边贸易 即使啊 中国也曾借到哈萨克斯坦运送出口货物 早在04年 中国就与哈萨克斯坦国正式签订协议 在中华边境霍尔果斯口岸共同建设全国唯一跨国界的 由两个国家的国土构成的边境合作中心 如今 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特区已成为中国货物进入俄罗斯 欧洲 中亚 土耳其和海湾国家市场的中转枢纽 23年 经过霍尔果斯口岸的进出口货物高达4178.4万吨 主要进出口商品为积电产品 未断杂铜及铜彩农产品 食品 金属矿及矿纱 高新技术产品 性能源汽车 植物及其制品等等 所以说呀 中哈的合作是互助共赢 我是X4情报员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